我們放的是一個圖 不是文字 所以它不是一個字串 一個字串放 它是一張圖 放一個 兩張 三張一個Item 一個Item 然後循序的有點像回圈的方式 幫我一個一個主意的放進去 OK 所以放進去的話 我必須要建一個所謂的Base Adapter 建的方式這個地方是 這個地方是最困難的部分 那要怎麼樣建Base Adapter 另外Base Adapter他怎麼樣把圖放進來 你必須要 在這個上面 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這個View ImageView是用拉的 拉過來 可是在這裡你不能 沒辦法直接拉一個ImageView給他 所以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動態的 這邊就要寫成動態 我們要動態的去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ImageView 然後裡面它的什麼呢 圖檔來源 跟它的圖的大小 等等的我們會去制定 也就是動態產生的 所以在Base Adapter裡面 你要去做一個 建立ImageView 它就會建立一個View 然後呢放圖 圖檔在哪裡 大小多少 等等相關的 設定 然後一個 兩個三個 總共六張圖的話就跑六次 OK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建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那個Source 部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打開這個 OK Main.Activity 裡面的話 原則上大概有幾個地方 我們來看 基本上前面的 這個宣告部分應該都 都沒有問題 跟前面是一樣的 然後 多宣告一個那個 我們圖檔 所以你有六張圖 所以我宣告一個 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的話 叫Image IDS 裡面的話有六張圖 OK 那再來連結有兩個 因為只有 畫面上只有兩個 原件 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我們要去建立一個Adapter 那特別主要這個Adapter 我們 我是建一個什麼 內部的 一個 類別 這個類別名稱的話呢 叫做 MyAdapter 那這個MyAdapter 它是 Extense 這個目前 你們在裡面 內部是沒有的 這個部分的MyAdapter 名稱是我們制定的 那制定之後的話呢 我再去 這個類別建立之後的話 我再把它實體化 實體化之後的話 建一個Adapter Anew 一個 實體化一個MyAdapter 後面傳一個什麼呢 傳歷史 傳歷史 其實就是 因為是同一個層級 所以歷史 它就會指向哪一個呢 歷史就會指向 這個 有沒有 Main Adapter 把Main Adapter 傳給 MyAdapter 那你會想說 這個地方怎麼建立起來 首先如果說你把這一串打完之後 它會偵測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底下已經寫好了 我先把這個 沒有寫好 比如說原來 你們如果等一下寫應該會這樣子 裡面是沒有 沒有這個MyAdapter 可是呢 你卻去 去那個什麼呢 去 New這個MyAdapter 那這個類別是不存在的 對不對 所以呢 Eclips很聰明 他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建立 你是不是要建立 那如果你要建立的話 你就把它按一下建立 OK 他就會怎麼樣呢 他就會幫你建立 不過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你要建立在哪裡 那這邊的話 他會怎麼樣 另外額外再幫你 開一個新的 class 再把它建立到那邊去啦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練習 不需要這麼複雜 我們直接乾脆建立到底下就可以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要建的 這class呢 特別注意就是 這class呢 我就直接 自己在下面打一個class 那class名稱的話呢 我就直接給他名稱叫做什麼呢 就是MyAdapter 這個名稱 那特別注意呢 他這個 MyAdapter呢 他是Essence 他這個是 呃 Essence 什麼呢 Essence 那個 對 我剛剛講那個 BassAdapter 所以這裡的話呢 你就把這一串打上去 把 這個 直接從這邊好了 classMyAdapter 然後呢 這個地方 直接把這一串 就是 特別注意呢 你打的位置 記得是在 呃 這個兩個 這個是 Uncreate的刮鬍結束 跟 Activity的刮鬍結束的中間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名稱叫 MyAdapter 跟上面這個名稱一樣 如果你不叫MyAdapter 你取名稱上面要一樣 Essence BassAdapter 那後面的話呢 給他一個 這個大刮鬍 那因為 我有大刮鬍 沒有實作嘛 所以這個觀念跟前面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Listener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 你就直接什麼 游標放上去 他會怎麼樣呢 欸 有兩個選項 一個 因為你有大刮鬍 可是沒有實作的話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產生實作 乖乖的產生 要不然另外還有一個選項 就是說呢 你把它改成抽象的 我想在Java裡面應該講過那個抽象類別吧 抽象類別就是說 他有 呃有 有宣 有這個類別 但是不需要做任何動作 不實作 當然我們這邊不是選下面這個 應該是選上面這個 因為他要實作的方法好幾個 總共有幾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點下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他自動幫我們寫完 總共的話 他會用一種問答式的 他會問你說 GastCount 你要告訴我 總共有 GastCount 就是你要有幾張圖啦 那我怎麼知道幾張圖呢 我們可以從什麼呢 從陣列的長度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 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 GastCount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給 這個陣列的 Lex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陣列 這個的 陣列的名稱 然後呢 點Lex 就可以去取得什麼 取得總共幾張嘛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Return0的地方 把它 這個地方加一個點Lex 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取得什麼呢 取得這個 圖的總張數嘛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 GastItem 總共幾個 然後 GastItemID 這個部分 這兩個我印象中 這不需要去更動 再來的話呢 GastView 那所謂GastView 就是說 你要去 因為他會跟你要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 他跟你要什麼 小說圖 所以必須要在底下 怎麼樣 你要建一個View 再Return回去給他 OK 他會跟你要幾個訊息 包含就是說 你要在哪一個 Activity上面建 所以你要傳給他一個 Activity 再來就是 去設定他這個圖的 來源 大小 相關的數據 然後Return回去的話 他就會幫我們把相關的這個圖給 慢慢就是 放上去 那這裡的話有相關訊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稍微比較 複雜一些 我們把這邊 來 那麼來看一下 基本上 BestAdaptor 他會傳幾個東西給我 那我這邊 因為我前面有一個 這個List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他會傳 傳遞什麼 傳遞 Activity 給我們 那 我怎麼去接呢 在Gamma裡面應該前面各位有學過所謂的建構子吧 建構子的話就可以利用建構子去接到這個Activity 所以呢我們丟過來的東西呢 那在這邊的話我必須要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建構子 建構子的 觀念我想各位應該都有吧 就是說 建構子的名稱 一定要跟什麼 Class名稱一模一樣 然後面的話就是傳遞過來的 傳遞過來 所以其實基本上如果說我這邊沒有建建構子好了 比如說這邊沒有建建構子 其實也會產生一個error 各位可以看到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有傳東西給他 可是你這個Class裡面居然沒有可以接的 就跟我現在投鼠要丟到一壘去 一壘居然沒有人 那會怎樣 就 就沒有人接嘛對不對 沒有人接就錯誤了對不對 所以Eclipse也很聰明 他預先告訴你說 你為什麼這邊沒有呢 那是不是你沒有建建構子 所以他會告訴你 那你要不要我幫你建啊 如果你要的話 你就直接 回答他說 那你幫我建一個 MyAdaptor的建構子 好不好 建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你建好了有沒有 那會幫你建 所以如果你不會建建構子同學的話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Java 剛學初學的話 不會建沒關係 記得這個訣竅 就是說你沒有建沒關係 他會有error 那你就怎樣 直接在這邊 移到這裡 建立建構子 這個時候因為我們傳的是Lis Lis是一個Activity 所以他很聰明 這邊也會告訴你說 他是一個MyAdaptor 那你傳過來的話 我給他的引述名稱 也就是這個名稱 叫做MyAdaptor 前面是類別 我們傳的Attivate 後面是他幫你傳的引述 或者叫參數 的名稱 所以他丟給你 你要去接 所以要怎麼接 這邊的話很簡單 我上面就宣告一個 AE好了 這個AE的名稱 他丟過來 我就怎樣 把它接起來 所以AE等於什麼呢 AE就等於 後面這個參數名稱 自動產生的 OK 所以你就把這一串 把它複製過來就好了 就是他丟過來 那我在上面宣告 Activity 我就把它接起來 就OK了 那為什麼要接起來呢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們的畫面控制器是誰 你要先知道吧 就像說你今天到 到人家家裡 家長是誰 你要先搞清楚 對不對 你要去拜望一下 人家的 爸爸媽媽 不是說大大大就走過去 這樣會產生很多問題 所以你先知道說 誰是Activity 對不對 那我就在上面 鍵View 我就先知道了 然後我要在上面鍵View 那鍵View的流程大概是這樣的 這邊 因為這個 有幾個啦 第一個建構值 OK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幾個參數 那GET COUNDS這個一定要給 給什麼呢 給那個Image的長度 就是幾張圖 對不對 那再來 GET ITEM 這個部分是 目前是應該是 沒有關係 這個item裡面到底做什麼 我想各位看一下 目前我印象中是給 OK 然後GET ITEM ID這個也給 OK 這兩個就不用改 目前是不用改 那至於作用的話 各位可以稍微參考一下上面的說明 裡面也有講 講一下就是裡面到底要給什麼 就是主要是參考什麼 參考這個BASS ADOPT裡面 的相關說明 那我 這幾個參數怎麼加 我是看上面來加的 所以呢我給他一個 Activity 給他一個總章數 那這兩個先暫時 用預設不用改 第三個是我要怎麼樣 在畫面上畫出 我要的那個小說圖 畫出來 一個小說圖 那這個畫出來要怎麼畫呢 特別注意喔 底下就這幾樣就是 我畫一個 那因為 Adaptor的原理是 一個一個一個的 循序的幫我把它建起來 所以要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 我建一個 建一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建一個ImageView 那建的方式是動態的 名稱叫IV ImageView IV New一個什麼呢 New特別重要 這個是動態建的 New一個 ImageView 後面記得喔 因為為什麼我們要一個A 實際上就是要知道 畫面控制器是誰 所以呢 我可以在這邊 建一個 然後呢 再來 圖在哪裡 IV 利用這個View呢 它設定什麼呢 我們的ImageSource 圖檔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分別怎麼樣呢 分別給ImageID裡面的 Possession 那特別這個Possession 因為 Adaptor的原理是 0 12345 循序的 Adaptor是 循序的 有點像跑個回圈 幫我全部跑完 逐一篩 所以它會先給一個Possession 就第一 假設停 0 它會先去抓第1張 並且怎樣呢 把Source放過來 但是大小 你要告訴它 那這裡的大小 我們去set什麼呢 ScaleType ScaleType上次我們有講過嘛 我們原來是用那個 好像叫 Fits XY 還是什麼 STAR 就是 它會自動幫你說放嘛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是Fits Center 好了 或者你這邊這個地方 Scale 你也可以再去調整 我們Fits Center是自動 或者你可以再調整其他的 因為這個看起來好像 有點擁擠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假設你修改這個地方之後的話 這個可以變小一點點 或者你可以給它XY 或者給它一個 你的解析度 如果你不需要解析度這麼大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地方解析度縮小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跟真假 這個是 縮放比例的 解析度在底下 就是這個什麼 Set什麼 Layout的這個 Parent Parent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 我們給它的大小 後面的話呢 就是給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的話呢 就是NewGreview 特別之外 Greview Layout 我們在Greview裡面做設定 所以這個地方給180 如果太大的話 可以從這個數字去更改 最後特別注意 把這個因為它要取的是一個什麼 Image View 所以把這個 Image View Return 回去 就鍵好了 OK 所以這邊注意 其實鍵Based Adapter 流程我再講一下 這個地方是 最困難的 而且最容易做錯 第一個是 你上面先 底下先不要有一個 這個class 對不對 那你在上面打一個 My My Adapter 鍵一個Adapter Nue Adapter 後面傳一個Less 那底下一定會 這個地方會產生 它會問你說你的Adapter 那個類別我找不到 所以請各位在底下 鍵這個類別 就class 名稱 Essence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Essence 一定要是什麼 Based Adapter 然後一個什麼 大瓜糊 大瓜糊因為沒有實作 所以 它會 直接讓我們新增 為實作方法 第一步 第二步有傳 什麼建構詞 傳一個參數 可是沒有建構詞 上面 在郵標放上去 產生建構詞 在 接到什麼呢 你的Adapter Less接到了 OK 然後再來的話 填這個 再加一個什麼 Image View 這樣子 就完成了 這個其實 我剛開始看到這個 我也是 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 它的流程 那這個是Based Adapter 一個流程 那為什麼它會這樣的流程 那是 Android SDK 它一個標準 的路由 你就是 遵照它的路由 去給它它要的 就OK了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程式部分 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最後我發現 那個180好像太緊了 你可以把它改成 80x80 80x80好像 感覺那個 還蠻 感覺中間就會空一個空白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像太緊張的 分別人